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維如 你有沒有常常走路 走得稍微快一點就覺得很喘 或是稍微走得久一點就覺得很喘 你一定覺得是因為你的可能體力不好 但是小心 你有可能是更嚴重的毛病 叫做肺動脈高壓 我們每次過馬路的時候 都有一個小綠人在那邊走著 你知道他大概一般來講 他的速度大概是一公尺每秒 我們算一般人走路的速度 但是有時候發現 明明小綠燈已經亮了 我要過馬路 結果走到一半 小綠燈就變紅燈了 我們以前都會說 你可能是激少症沒有理由 但是今天告訴你 你有可能是更可怕的肺動脈高壓 沒錯 而且看到肺動脈高壓 你會以為 那我家裡血液機量得出來 是量不出來的 而且肺動脈高壓 過去三年的存活率不到四成 而且不管各個年齡層 都有可能發生 像是這位30歲的女性 她就說她在度蜜月之前 在家就感覺到 怎麼都沒有太多的食欲 而且非常容易飽 在蜜月的過程當中 她在走路的時候 就感覺到非常的喘 甚至連火車都趕不上 回到台灣之後發現 她的雙腿是從腳底 腫到大腿 她就覺得不大對勁 她必須要到醫院去檢查 沒有想到在抽血等報告過程當中 她竟然就昏倒了 結果發現她是心臟衰竭 而她的心臟衰竭 就是肺動脈高壓所引起的 另外一位是56歲的男性 她說她在40歲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確診為肺動脈高壓 當時她的肺已經老到60歲了 而且她說她爬半層樓梯 就必須要休息 甚至連打噴嚏都會流鼻血 然後連坐姿換成躺的時候 都變要吸到氧氣才會比較舒服 她說她其實是算比較幸運的 因為同期的病友 大多都已經病逝了 剛才我講說 三年死亡率竟然有超過4成 請問一下康醫師 這兩個案例的症狀 有一些一樣有些不一樣 都會喘 可是一個 雙腳是腫的 另外一個是打噴嚏都會流鼻血 可是他們最後診斷 都會有肺動脈高壓 請問一下康醫師 肺動脈高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肺動脈高壓 它到底會有什麼症狀 你會懷疑是肺動脈高壓 通常我們看一下心臟的圖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說 心臟的分左邊右邊 我們要把你講的肺動脈 就是我們右邊這個 虛線這個右心房右心室 要接去這個藍色那個地方 叫肺動脈 肺動脈一般是 離開心臟的血叫動脈 它要打到肺 可是肺是一個空拋 所以經過這個 你家裡面 從家裡面走到你的客廳 從客廳走到廚房 本來應該沒有阻力的 可是這個肺動脈 不知道什麼原因 它裡面的組織 有些是說神經荷爾蒙的活化 有些是說內皮組織的變厚 血管變得不正常 它裡面的管腔就變厚了以後 就這一段變硬了 管腔變厚了 組織血管變增生了 增生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瓶頸 那你要從你家裡面 走到你的客廳 或家裡面走到廚房 就相當的困難了 就這一條線 從這邊要出去的時候 就變得有障礙了 這邊就開始就縮了 縮了很緊的時候 壓力就開始產生了 那這種原因 通常最常見是肺動脈裡面 肺動脈高壓是肺高壓裡面 最麻煩的 因為如果是原發型的 它其實很少 百分之二到三而已 台灣大概幾百個病的 但是如果是有些續發型 大概有兩千個 那這形成高壓以後 肺是一個很可憐的 你血不去那邊做血液交換的話 就會開始產生一些症狀 所以肺動脈高壓 就是這一條血管 變成很硬的意思 就變成一個瓶頸 就變成心臟的血打不到肺部 你就肺部就沒辦法做氣體交換 壓力就開始產生在優心房 那會有什麼症狀 那症狀主要就是有幾個 就是一個喘 那為什麼會喘 它主要產生的 跟我們心臟血壓高 造成的左心衰竭不一樣 它是右心衰竭 那右心為什麼會衰竭 你看你有一個瓶頸 沒辦法回到肺 所以血就不能再回到左心 所以一直激在右邊 就右心衰竭 右心室就變肥大 腳就腫 身體也腫 所以那個女生就開始發現 她腳腫 所以她就會腫 然後走路會喘 因為肺沒辦法有去 肺沒辦法換氣 會咳 因為肺的功能也變差 血液也變 尤其是乾咳 我們一般心臟衰竭 也會咳一些粉紅色泡沫痰 它這個比較像是乾咳 一直咳 一直咳 因為肺的功能不好就咳 或者是咳出血來 那腫就是剛才講過的 腳回流不好 另外一個是暈 因為你咳用力的時候 加上心輸出量不好 所以人就直接就暈倒 所以喘咳 血腫 暈 這五個症狀是很常見的 所以通常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肺高壓是指 我們肺的一般正常壓力 不能超過20 但是如果超過25的話 其實就算肺高壓 真的在做心導管的時候 我們會看平均的壓力 如果大於25 或是我們講的肺動脈的血壓 一個木字旁 那個氣 地氣的氣 血壓去測量它的壓力 如果小15 就可以診斷它是肺動脈高壓 我們平常說血壓多少 就血壓劑量一量 如果你要量肺動脈高壓的話 量肺動脈的壓力 只能做心導管 才有辦法伸到那邊去量壓力 或是有心臟超音波 去看你幽形的壓力 或是間接的去推算一下 不過我講 不然它聽起來這麼恐怖 加上心媒 到底有哪些原因 會產生肺動脈高壓 而且你說現在很多人都喜歡減肥 你說減肥要吃錯 也有人因為這樣子吃錯藥 會產生肺動脈高壓 對 其實我們要說一下 肺動脈高壓 真的沒有那麼常見 所以大家不要聽完這一期走路喘 大部分還是體力不好 到底什麼原因可能會產生肺動脈高壓 我們大概講一個很簡單的 心臟跟肺的相對位置 大家可能就會有概念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肺動脈是從我們的右心 打出去的血 撒到我們的肺臟 接下來還會再回流到左心去 所以其實這一整段哪裡有阻塞 都有可能會產生肺動脈高壓 從最遠端的就是左心 當你左心衰竭的時候 長久你的肺部的肺動脈 就會一直在這種壓力下 就會間接的肺高壓 第二個就是肺部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慢性的肺酸塞 慢性的肺部疾病 也可能會間接的產生肺高壓 那確實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些原因不明的就是 肺動脈本身高壓 比如說它有一些結晶組織的問題 有一些免疫的問題就會產生 但是在 因為我們知道醫學很發達 所以有很多的藥物 其中有一些藥物是大家很有興趣 很願意嘗試的 舉例就是減重藥 曾經在美國 這個藥台灣現在是買不到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有一個藥叫做芬芬 這個是一個 當時1994年的一個很有名的減重藥 當時上市的時候 因為這個藥減重效果很好 所以就當然很多人就開始去嘗試 結果在大概五六年就下架 下架的原因之一就是 它會產生肺動脈高壓 那我們要說一下肺動脈高 死亡率其實滿高的 所以其實 當然大家都沒有遇過 只是說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要小心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提醒一下 像很多人現在可能會流行減重 減重有些人會用藥 有些那種飲食 用藥物的時候 你至少要是由醫生開的處方 因為一般來講台灣的法規 會有規定哪些是合法的藥 如果不合法了早就買不到 我們曾經遇過就有病人 是從國外跟親朋好友 走絲進口 他也不能算走絲 就帶著藥進來 夾帶 結果帶完之後 吃完之後雖然體重減了 身體整個一團亂 問題是我們回溯不了 那到底是什麼藥 其實這個就會是 這個病人本身很高的風險 所以不要吃來路不明的藥物 沒錯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覺得 喘好像跟我的運動量不足是有關 其實這樣跟我們的肺是非常有關係 我們的肺好不好 可以從手指來看 沒錯 曾經就有一個患者 43歲的女性 她一進診間 坐下來 喘氣喘如牛 上氣不接下氣 是那種肩膀會聳起來那種喘 我就說 小姐妳剛剛是運動過嗎 她說沒有 她從來不運動 很少在運動 只是她平常在公司倒個水 從茶水間走到自己的座位 或是上下樓梯 就會像是這樣一樣喘 所以她原本以為是 自己肯 肌少症 運動量不足 或是肥胖 造成這個喘 但是不是 我一看她的手指 發現她有杵狀指 這個杵狀指我們可以看到 正常人的手指 照理來說我們指甲跟皮膚 是凹陷小於180度的 是凹陷下去的 杵狀指患者的病人 她的手指末梢指節是腫脹的 這個指甲跟皮膚是大於180度 是凸起來的 凸起來的 對 沒錯 是凸起來的 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有杵狀指的人 大部分都是因為心臟或是肺臟 有問題 造成長期慢性的缺氧或是發炎 通常這都已經超過三個月了 所以有杵狀指的建議 一定要去醫院做檢查 來檢查 平常我們就算沒有杵狀指 很多人發現她呼吸也是會聳肩 這樣其實是沒有效率的一種呼吸方式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一個叫做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就是關鍵在於 我們呼吸的時候 我們胸腔和肩膀是維持不動的 我們呼吸的時候 就想像自己是一顆氣球 氣吸進去 肚子像氣球一樣挺出來往前挺 吐氣的時候 就像泄了氣的皮球縮下去 這個腹式呼吸可以幫助我們肺脹 可以更有效率的運用氧氣 讓組織和細胞修復 呼吸的時候多多用你自己的肚子 沒錯 不過如果各位不大會看這個杵狀指 這就很簡單 你就兩個食指這樣子 扣在一起 對著光看 如果光可以透的進來的話 就代表你沒有杵狀指 如果你有杵狀指的話 這代表就沒有什麼風隙 就會夾在一起 沒錯 不過肺動脈高壓 其實是非常難診斷的 因為我們平常量血壓 只是到自己高血壓 所以有辦法量到肺 又不是每個人沒事做新導管 然後繼續測對不對 可是所以統計來講 從肺動脈高壓開始產生 到被診斷出來 大概要花四年的時間 你知道這四年 其實都在傷害你的心臟跟肺脹 所以常常診斷出來 就已經到中後期了 所以死亡率就非常高 就要問一下康醫師 我們平常有哪些測試 可以來測試出來說 自己的心肺可能出問題 其實主要是為什麼很難測 當然我們要知道 原發型 我們知道都是30到50歲 續發型有一些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剛剛陳醫師有講過 那我們看看如果我們要測肺動脈高壓 它的功能測試 最簡單就是六分鐘走路 不是六分鐘護醫生 是六分鐘走路測試 不是六分鐘護醫生 也是護醫生 也是護理醫生 因為這個更早就護理醫生 六分鐘走路 因為根據美國心臟學會的統計 我們心臟要在走路的時候 在六分鐘要能夠走超過440公尺 六分鐘要走超過440公尺 對 所以我們通常在醫院裡面測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30公尺的長廊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每隔3公尺它做一個標竿 對 然後來回 總共的走路的距離就是30公尺 30公尺的長廊 然後去測六分鐘 你最多有沒有大於440公尺 如果你沒有大於440公尺的話 那就表示你是輕度的 你這是屬於黃燈 如果是紅燈的話 你在165以下就是屬於紅燈 就六分鐘走不到165 同時在做之前 我們可以給你測一下血氧 血壓 還有你的心跳 呼吸的情況 因為我們在走的時候 像有些心肺功能不好 他不是只有測 我們的肺動脈高壓的病人 等於一些肺部疾病的人 他甚至當做醫生 治療的癒後的一個參考 用藥的參考都可以 你在走的過程中間 還要讓病人去自覺 他的感覺走的程度 比方說你在走的過程中間 你走的時候 你覺得從1分到10分 有一個博格表格去測試 會不會覺得很吃力 如果你覺得很吃力 那個分數就比較高 所以你在測兩次以後 取比較好的成績 因為我們測試 一般正常人平均每次走到1.2公尺 每秒走1.2公尺 所以如果你走不到這個程度 表示你六分鐘測試的 那個是紅燈 紅燈比綠燈 綠燈就大於140 他死亡率增加4倍 除了六分鐘的測試之外 你說這個也可以看 平常大概是分自己的心肺功能 在第幾級是不是 對 因為我一個病人 他也是 他是原發性肺高壓 結果他那時候 他從來就是沒有什麼運動 只有做家事 開始嫁做人婦以後 人婦以後開始做家事 奇怪怎麼會做日常的家事 都不行了 都不行了 都變成貴婦 公主病 其實他不是公主病 但是因為我們看 紐約心臟學會分4級 一種就是說 第一級就是說 你怎麼做都不會喘 正常活動 對 最差的時候 你坐在那邊 你說我公主病 是不是公主 可能是國王病 坐著都會喘 坐著都會喘 因為這時候心臟衰竭 右心衰竭已經非常非常嚴重了 第二級就是說 你在刷牙不會喘 可是你稍微上下樓梯就會喘 爬樓梯就會喘 就是已經是第二級了 第三級刷牙也不行了 刷牙也不行 吸力也不行了 稍微動一下就不行 所以從這個症狀 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你的心臟的情況確實不好 看自己的心臟功能 現在到底在哪邊 假設你的心肺不好 其實複式呼吸法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李教練今天要教我們進階版 是的 複式呼吸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把肚子鼓得大大的 然後吐氣下去 這已經很low了 很久了 那麼多年了 幾十年來都是教同樣一招 那我們現在要教進階版 我們先把回復到我們的複式呼吸 來吃個人生 補補氣 氣氣鼓得大大的 吐氣是不是收起來 那你只動到我們的下膠 那我們上膠也是要活動 因為我們的呼吸不是從胸位下來 一直延伸到我們腹部嗎 那我們把這個動作串連起來 就是你先吸氣延展 把肚子鼓出來 吐氣的時候 你的身體呢 就像一個水蛇一樣 一直推延伸到胸椎 吸氣肚子鼓出來 吐氣往內收 然後你的腰呢就自然的 從微底骨 胸椎 到脊椎 身體 全身動起來 能Q 陳醫師應該動起來會很好看 我也不差 身材好的人動起來就不一樣 然後呢還要從肩膀 因為我們有時候吸氣的時候 肩膀會很緊 會聳肩 所以你要動的時候 是連同肩膀肩胛骨也要動 對 放鬆 呼吸搞到全身都在動就對了 吐氣 像水蛇腰一樣 還可以收腰喔 真的 連腰部下彈都會收到 那反覆做幾次呢 依照你呼吸的量 因為有些人呢 連走路都會喘 所以他做這個動作呢 氣不足 所以他可能吸一次 卡在這邊 連要上去的力量都沒有 那你就先休息一下 下一個氣吸飽了之後 你再把從下丹田 上丹田到往上延伸到肩膀 整個全身放鬆 所以你可以從圍底骨 圍底骨我們有一個叫長腔穴 它是我們身體的最長的穴位 可以把氣帶回到我們的百慧 好 下一個呢 我們呢 要找到你手的內關穴 因為內關穴它很重要 它走的剛好是心包巾 所謂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內關心胸位 這全身就已經包含住了 所以內關穴在這邊 你就這樣輕敲 敲 三指的地方 敲一敲 看電視的時候就可以一起做了 不要在那邊發呆 手敲起來 不要一直捧臉 是 蓮花手 所以你的手只要像蓮花一樣 放鬆 這樣可以呼吸 讓花飛起來 敲完之後呢 你感覺你的手指沒燒 開始有熱感 那就是轉動 轉動 磨劑 再增強內關穴的刺激 這個還不夠 這是初級版 大概七八十歲的時候 在那邊做OK 但我們這年輕人怎麼可能在那邊 都打哈欠了 很無聊 那個是因為你的心肺功能好 所以你這樣敲一敲 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有交到七八十歲 他連敲內關 都沒力了 都沒有力氣 因為氣上不來 所以年輕人我們要來進階 做的是蓮花手 左一圈 右一圈 而且可以調整你的視力 所以這兩個動作就交給大家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腦中風的問題 因為腦中風不太會引導到生命 甚至可能會讓你濕 整個下半輩子都會躺在床上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的心臟不好 也會引起腦中風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廣告之後會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